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 我昨天就录了两段的一下子 搞到半夜三更都很累 over excited 睡得不太好 今天都会继续 但是我今天只会录一节 我们继续就会看《雅歌》 在《雅歌》的编排里面 你会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但是呢 其实这个诗的arrangement 其实就是第一段 由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到第二章第七节 所以我今天就会 由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 看到第二章第七节 这样的 昨天跟大家讲了 男和女对爱情的 反应 还有当你遇到 心意的人的时候 那种的 心情 这个都是讲一半的 当然我们会有些人很特别的 大部分的人 都会这样跟我讲 你这样讲可能 没有断 我不是这样的 anyway 其实我是讲一个 很general 很大概的 一般女士 一般男士 那种反应 当然人有很多种 因为有些男性 就会带有女性的 性格的 而有些女性 也都会带有 男性的性格的 因为有些女性 她豪爽得来 就比男性更豪爽 有些男性 有些男性 是扭扭令令 得来 就会比女性更扭令 也有的 所以 你要自己执生 有些位置 那好了 第十二节 她说什么呢 她说 在皇政座席的时候 我的那达香膏 发出香味 我以我的良人 为一代没药 尚在我怀中 我以我的良人 为一火奉鲜花 在忍基底葡萄园中 那这里呢 就是那个女士 就把自己 比喻一些 就是 香膏啊 抹药啊 都是香料一种 还有呢 是这个 馮鲜花 那 那 在一个 女士 她能够 有发到 或者揮发到 一些的 魅力 她 认为 能够这样可以加添人的 注意力的话呢 她都会 运用的 所以 你会看到呢 其实是 当 男和女互相取悦 吸引的时候呢 她都 除了自己 原有的 东西之外呢 她都会 借在很多 其他 认为是 有用的 事情啦 香料啦 或者是一些的 表达方式呢 她都会这样做的 今天 第十五节呢 南方 就可以讲了 她是我的佳偶 李岑美丽 李岑美丽 有一次再赞 那个女子 美丽呢 她说 你的眼 很像甲子眼 这里 很多人看到 这里都会笑的 什么甲子眼 白甲眼 看我不起 不是这个意思 OK 甲子的眼 你会看到呢 其实她很集中 还有很少白色的部分 是 她那个名貌 那个 即是很 目光 很 很 很銳利 很 很sharp 那种的情况呢 其实她是这样 形容的 可能 这个男士觉得 这样是最美的 OK 当然葛花入光眼 但是呢 你会看到呢 她是想赚那个 女士美丽 而 最能够去吸引她呢 就是眼睛的 OK 所以如果你有留意呢 你喜欢的人呢 其实你最初的时候 是会避过她的眼神 因为在眼里面 你是看到很多的 东西的 OK 你是会传达到很多的 讯息的 OK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觉 当你望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会避开 那个人的眼神 接触呢 有两个情况 是这样的 第一就是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是不会去 很正视一个人 而眼光是跟他眼光有交流 OK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男子 已经是很留意这个女子的眼神 OK 那就是说他已经是开始向他全程达意的了 那如果你留意到 你自己有这样的情况 当你的信心大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不会回避人的眼神的 你会很愿意去看着他说话 很愿意看着他来表达你的心事的 那这个是一个你可以留意的 那这个女子呢 他一看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呢 其实他很快就去想着一个好像外巢的东西 OK 那这个其实就是男和女的分别的 OK 男子其实他不会这么快去想 我要立刻建造个爱巢 我要去为我的感情预备 就是他没有这么快去到一个地步 但是女子呢 他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的 算是很快就会去想 啊 我们明天怎么样啊 我们的将来怎么样啊 所以这些呢 其实你在交往里面呢 当然我们不是一天半天是这样的 但是你一很早期交往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女子都会给出一些这样的压力的南方 是过早讲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好像这个诗哥那样 其实他就已经想到 啊 怎样去预备啊 去装束 或者去想一下 怎样去打扮这个居所 这个将来的外巢 那好了 第二章 但是其实还没完呢 继续的 其实那段就是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画作水仙花 是谷中的白盒花 那这个女子呢 就去比喻一些很美丽的 很奪目的 就是说自己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了 开始你看到她那个自信开始来了 她不再好像第一 第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跟她说 我又黑啊 又很害怕去见你啊 然后又怕别人怎么说我啊 这里你看到她已经开始 自信开始建立了 她就很有信心的去形容自己 其实我是很适合你的 我是很正的 我是很好的 那这个男子呢 就第二章 她说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 好像白盒花在荆棘内 那这里呢 这个男子就认同她所说的 你真是白盒花 而且还不是普通白盒花 只是荆棘内的白盒花 即是说 是很 她不是在很多花里面的一个花 是好像看不到 看不到 留意不到你的 你是在一个荆棘里面的白盒花 你看到荆棘里面的白盒花 是不是很奪目的 她用这样去形容她 跟着呢 女子就说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任下 尚他果子的滋味 觉得甘甜 这里你看到 这个女子呢 她那个爱情呢 去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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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对方是有一种要求的 OK 通常呢 去到感情 有一个 初步那个稳固的时候呢 其实女子就很多时候 就是要在男子那里去找什么呢 找果子了 找避蔭了 找瓦遮头了 我们叫做 OK 即是说有一些东西呢 是很想我男方是多些付出的 那这个男子要注意 那她是想她 给到这些的安全她 给到这些的保护她 甚至乎可以尝到她的成果 OK 那好了 她说她带我入言直所 以爱为其在我以上 那其是代表什么 其是代表是 人家很远的地方都看到的东西 就是说她要将这些事情呢 是要不单止自己 她就似乎要是 最好是宣扬出去 去公开这个关系 去让人知道这个关系 那很多女孩子呢 其实她是很想 男孩子去认同她的 当她自己认同了对方的时候 因为很多男孩子 其实她在这一步呢 是做得慢一点的 OK 因为她 你知道男孩子都是很贪心 第一 第二 她又未曾决定到 于是她将这个关系 都尽量拖延而不去确立 而但是女孩子 当她确立了的时候 她就很快去想 将这个关系公开 甚至乎是想周围的人知道的 这件事呢 为什么有时候男和女 有一些 关系上的 tension 那些压力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不去介绍我给你的父母 你不向我介绍我给你周围的朋友 其实你是不是很确实呢 这个是一个 有些事情是反过来的 OK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一定是男孩子是这样的 女孩子都会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不去公开一个关系 你不去很坦然去承认一个关系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dutch在你的mind那里的 OK 就是说你未曾结实的 这个关系 那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第五节 求你门 吸我葡萄干 增保我力 吸我苹果 唱快我心 因我思爱成病 这里就是讲到 她要更加多的活力 她要更加多的 她觉得爱得不够 她觉得她那个 我内在的能力 都不能够表达她所有的东西 因为她的爱 思爱成病 那么厉害 OK 她说她的 左手在我头上 她的右手将我抱住 这个仍然是 这个是 那个女方在表达的 就是说 她这种的亲力的行为 这种的 这种的 保护 其实她是很 很向往的 很开心的 这样做 第七节 她说 撒冷的众女子 我指着 凌羊或田野武 陆祝福你们 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这里就说到十年前 大概是否有首歌 就叫做 《不要惊动爱情》 一传出来的时候 这个基督教界 就是《惊为天人》的一首作品 真是很能够说出我们女子的心事 其实我很喜欢她 但是我不想惊动她 于是乎 我就不开始住 或者还要等几年了 那其实不是这个 诗歌里面的意思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甚至乎有些姐妹 有些女孩子 她就是 没有胆入情关 就拿了这个藉口 不要惊动爱情 所以我一直都等她 这个其实都害了很多人 害了很多 很渴慕爱情 但是自己不去惊动爱情 其实不是她真的有爱情来到 她不想做主动 而是她没有信心 就告诉人家 我不要惊动爱情 我也是遇到很多这些女孩子 很多这些人走来去问我 我是不是有独身的恩治 我又是不是不适合有男朋友 诸如此类 其实都不是的 大部分的人都误会了这节圣经的 他只不过说不要主动 不要主动 但是他不是代表 他不要去有法 引发这个关系的出现 这里整件事 你看到那个女子 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她的表彈 都很主动的 心都很想的 其实是一件这样的事 只不过她 去到一个地步 她就会知道 她不会作主动 她是要个男孩做主动 但是她仍然会是 去给一些 牵扎 给一些的 signal 我们叫做 给一些的 默许 对方 其实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约我啦 其实都是一件这样的事 OK 就不要觉得是 什么不要惊动爱情 其实你就是 在那里只等 不是OK 其实呢 应该是说 不要惊 要动情 今次呢 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一节的 message 你可以like 和share 和作建设性的留言 你呢